别看梁安琪是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 在某些事项上她还真的比不过朱玲玲 为什么这么说呢 众所周知梁安琪是赌王何鸿燊的第四房太太 她大半生都走在争夺家产的道路上 她是进门最晚的一个 不像二太太蓝琼英那样根基深厚 虽然生了四个孩子 但孩子们年龄尚幼 没有谁能像何超琼一样深受赌王重视 估计梁安琪自己也明白 何鸿燊老了 靠得了她一时靠不了她一世 如果她不强势起来 将来被欺负的只能是她和她的孩子 毕竟到了赌王年晚的时候 二房一脉已经强大到 连赌王本人都控制不住了 赌王离世后 二房一家独大 梁安琪更加没有安全感 她那么努力的争夺家产 无外乎是想为自己的孩子们 挣一个未来 一入豪门深思海 豪门内的斗争就像是现在的公斗剧 如果你没有能力和小心机 你都活不过三级 同样的 你在所谓的豪门里被别人踩在脚下 用无出头之日 成人的字典里永远没有容易两个字 接下来让我们反观一下 同为豪门的媳妇朱灵灵 朱灵灵嫁的是香港豪门 霍家的长子霍振婷 当年她获得港姐选美冠军出道 领着一个最美港姐的称号 嫁进来霍家 霍英东好至千万为儿子 办了一个无比风光的婚礼 从此朱婷婷享受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和万人羡慕的目光 豪门的日子并不是那么好过的 霍家加大业大 规矩也多 即使已经为霍家生下了三个儿子 但依旧处处受到限制 带个珠宝都要事先登记 想出去开个珠宝店 全家都在阻止她 最让她崩溃的是 她和她的丈夫霍振婷感情出现了裂痕 到后面出现了第三者的问题 两人逐渐从恩爱的夫妻 变成了貌合神力的夫妻 最后结束了长达27年的婚姻 离婚时 朱灵灵已经年过半百 但她依旧魅力不减当年 不久之后嫁给了另外一个富豪 罗康瑞的爸爸是 英军智业公司的创始人罗英时 她仰慕朱灵灵多年 一直爱而不得 后来得知朱灵灵离婚之后 把她娶回了家 还把自己的一大半的财产 都给了朱灵灵 给了她足够的安全感 和最想要的自由 朱灵灵过得很幸福 不过话说回来 豪门不像普通家庭 离婚后朱灵灵 为何还能像女主人一样 出席霍家的所有大型活动呢 朱灵灵是2005年离得婚 但在霍英东离世的时候 霍启刚首抱一向 长子霍振婷陪在母亲 吕燕妮身边 而朱灵灵 俨然以一副女主人的姿态 站在吕燕妮的身后 后来霍启刚和郭晶晶结婚的时候 朱灵灵和霍振婷坐在主桌 以主人的身份迎接宾客 在霍振婷母亲 吕燕妮去世的时候 朱灵灵连续两天到场送别 还陪着前来道宴的 吕燕妮的郭晶晶的妈妈 而且当年朱灵灵 虽然后面又嫁了一个富豪老公 可当年和霍振婷离婚的时候 并没有分走霍家的财产 这又是为什么呢 按理说离婚后 瓜分财产是万年不变的传统啊 其实这正是朱灵灵的高明之处 朱灵灵是个头脑清醒的女人 所做出的决定 必定有她的道理 首先霍英东去世时 对外公布了霍家的资产是300亿 按照霍家的安排 大房三兄弟平分200亿 剩下的100亿 留给二房跟三房平分 但是这300亿只是摆在明面上的 当年还有很多公司都没上市 霍家可远远不止这300亿资产 财富是可以再生的 况且霍家还有男杀这个项目呢 霍家规定只有长房 孩子可以从商 霍振婷是长子 他和霍振婷离婚时 霍振婷已经60多岁了 顾及门风 他是不会再娶的 即便再娶 也未必能生下儿子 就算生了儿子 豪门最讲究 长幼有序 霍启刚三兄弟 也是霍家三代里地位最高的 将来霍家的继承人 差不多就是在这三个人里边选 作为长子 长孙的霍启刚 很有可能就是霍家的继承人 霍振婷的钱早晚都是留给儿子的 就算自己分走了一半 将来也会留给儿子 何必多倒腾这一下呢 更何况自己的三个儿子 和自己的关系很好 将来定不会亏待他的 再加上之后罗康瑞 分了一大半财产给他 他根本就不缺钱 没必要去征家产 虽说不再是霍家儿媳 但他还是会经常去看望李悦妮 和长辈们的关系很好 也许是他的大度贤惠 才会让霍家待他如初吧 真是个高情商的女人 不分财产还有一个原因 很可能是信托基金 这是很多豪门都会做的一项业务 把财产放进去以后 就算孩子们离婚了 也不会出现财产分割的问题 这种东西收益往往都是自己人 因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会因为离婚失去收益权 虽然霍英东的大部分信托基金 都放到了慈善基金会 但受益人依旧是霍家人 所以朱灵灵跟霍振亭离婚 就意味着净身出户 分不到霍家的一分钱 也许外人会觉得朱灵灵离婚 会失去很多 其实朱灵灵想要的一直都不是钱 别忘了她的原生家庭可是个富裕人家 从小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 她缺的不是钱 是一份真心实意的爱情 朱灵灵是聪明的 她没有因为霍振亭的绯闻 而去闹得满城风雨 而是静悄悄的离婚了 两人在选择散伙的时候都顾及体面 保住了霍振亭的面子 也保住了霍家的颜面 更是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宽容大度 不济于霍家财产的好形象 霍家会济的她的好 离开了霍家还是女主任 这才是征家产的高级玩法 这样看来梁安琪是不是有点费力不落好 不过所面临的处境不同 处理方法也会有不同 对于朱灵灵和梁安琪 大家是怎么看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对此事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观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本视频观点内容根据网络现有信息 整理推断而来 仅代表个人看法 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收藏发弹幕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 一回一起来我就觉得 心里就很不舒服 一回想过去跟何先生 在这个地点发生的事 因为何先生呢 他跳舞呢 他很喜欢是 很喜欢没有人的 大家也很喜欢看我们两个表演 所以我就觉得已经没有机会 跟何先生一起表演 所以我刚才就有点激动了 想一想起一些动作 我也会在那发发神经病 跳跳舞 我的员工也习惯了 他们也笑一笑 我就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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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